不久前遭受超强台风微马逊重创的海南 短时间内又迎来了强度较大的台风海鸥 防台风工作相当的严峻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海鸥登陆的瞬间 我现在是在这个温田龙马 那么现在是上午时间的6点 那么现在整个围场是处于一个实际风圈之内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风雨交加 也有狂风大作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海洋新港 现在这风力已经是达到了14级 现在基本有点都站不稳 我们看一下远处海浪 海浪已经是涨了很高了 已经是淹过了漆盖这边 我们现在看到道路都是被水淹过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说话 风时代是太大了 没有办法说话 现在几乎都是风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风 已经没有雨 就是从海上打过来的浪 扬起十几米高 今年第15号台风海鸥 相继在海南省文昌市 翁田镇和广东省湛江市 徐文县登陆 受台风影响 海南省海口市 广东省雷州市也风雨交加 那么台风对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 那边供电供水怎么样呢 还好供电供水还好 电话现在都在抢收 刚才打电话过来说 上面的统计数据 有些真正 无法统计 记者向海南广东 两省三房半了解到 虽然此次台风海鸥 与威马逊相比较弱 但台风登陆各地的城区街道 路面交通水电和农村的生产 农民的生活 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湛江为例 徐文县和雷州半岛的 不少沿海村庄均遭受海水淹没 村路多被刮倒树木堵塞 海边一带的养殖基地的堤坝被冲垮 鱼虾全部被大水冲走 情况严重 fenomen地的养殖基地的环基地的